《猎王纪》 大家翻开《猎王纪》上十七章 各位 我们今天是祷告会 刚才主日信息我已经把一个整个的图画给各位 教我们大家都回复一个属灵的眼睛来看神在整个世界 整个社会 也整个主的众教会 也甚至对我们个人我们是遇到的一些难处 我们应该要怎么应对 一切都是要从心发出 所以我们的心面对美善的事我们怎么面对 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邪恶 丑陋 人的罪 我们要怎么面对 从这个心能够明白人需要救赎 人是有罪的 我们能够接纳世人 也为世人祷告 也在这个时候做美好的见证 圣经不但给我们这个宏观 我刚才说我们圣经是 也真的对每一个人来讲 上帝是在乎的 有一百只羊一个迷失了 上帝也看中 那么所以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难免 每一个人都受到有一些冲击 或者说有些难处 对不对 身体受影响 家人不理解 很多要去医院 有事情 那都是有感觉上 好像这个社会有抗拒 有一点不能理解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难处好像没有人理解 它是主理解 所以在这个方面 我要给各位一个答案 我们一起看《猎王记上》 这个经文是有关谁的 有关以利亚 那以利亚时代 你知道是以色列最黑暗的时代 在亚哈王跟耶喜别王后之下 全以色列民都拜这个假先知 拜巴黎 拜偶像的事情的时候 那真的必塞不下雨 饥荒 那饥荒的食物全部就是没有了 然后大家怎么办 那么神的子民很多也饿死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但是神的专注在哪里 当然有一个大型的苦难来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 主是有祂的主权 但是祂的主权里面有祂的公义 也有祂的慈爱 那主要做的事情 祂一定会做 但是主要保守的 祂一定保守 所以我们一起看 第17章的时候 激烈集聚的提示彼人 伊利亚对亚哈说 我执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启示 这几年我若不祷告 必不降落 不下雨 叫天必塞不下雨 各位 这个先知每次都是带来这样的事 但是各位 绝对记得 这个不是先知带来的 这是什么 这是人的罪带来的 主的子民 也可以今天的话 众教会来讲 不明白上帝的心意 上帝有许可某些的苦难来到 所以教会是第一个先悔改的 因为教会是有答案 那主为什么带来这样的疫情啊 这样的事发生在全球啊 教会先要明白主的心意 第二节 耶和华的话 临到伊利亚说 一定要有话临到先知 人才会懂神的旨意嘛 你离开这里往东去 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边 你要喝那西里的水 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 连动物都可以来供养他 于是伊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 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边 乌鸦早晚给他刁饼和肉来 他也喝那西里的水 过了些日子 连细水就干了 所以你会想到那个饥荒多严重 你会想到饥荒你就想到recession了 一样的东西了 现在的事情 因为鱼没有下在地上 那时候比现在的情况更严重 那耶和华的话 临到他说 你起身往西顿沙勒法去 住在那里 我已吩咐那里一个寡妇供养你 寡妇出现了 非常卑微的 没有的依靠的 这个寡妇呢 她还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儿子 所以呢 孤儿寡妇是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要照顾他们 爱他们 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是最无助的 但是很奇妙啊 神的仆人 这个时候呢 神叫他去找一个 原来无依无靠的 很奇妙对不对 神原来要把祝福带给这个寡妇了 那伊利亚就起身往那里去了 对不对 11节 然后她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财 伊利亚呼叫她说 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 她去取水的时候 伊利亚又呼叫她说 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 这个先知好像不要脸哦 人家都寡妇饥荒 没有东西吃 拿点饼 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属灵人一定要明白 我们人有自己的同情心 但是人的同情心 绝对不过于神要做的事 因为主的子民如果没有先知 主的犯罪的子民没有听到先知的话 全部一起灭亡了 所以我们神的仆人 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知道 我们讲的每一篇道 那不是忽悠人 真的把神的旨意讲出来 然后我们无愧的良心 这样讲了 主会做工 贫穷的人他们有福 我也不想有这样的疫情来 但是我没有理由一直 哎呀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教会 哎呀我们弟兄姐妹好像有一些都还没有回来 没有理由一直留在这样的光景 对不对 我们还是要明白主的旨意 传讲主的话 我还是要到宣教现场去 然后我们将众圣徒一起带导 叫软弱的肢体 或者因这个情况来受亏损的肢体能够站起来 这是我们今天祷告会的理由 所以第十三节 伊利亚对他说 不要惧怕 可以照你所吩咐的去做吧 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 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 先为主的仆人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祭坛内的面必不减少 瓶里的油必不缺短 直到耶和华十余降在地上的日子 各位应该讲什么 讲阿们 对不对 所以这是神的应许了 主的先知 然后拆到无助的一个寡妇 叫这个寡妇看到主的先知所传讲的话 比人的吃喝更重要 如果属灵的生命死了 肉身的生命活着也没有用 对不对 但是呢 所以你饼来水给我 对不对 但是呢 你会知道 当你关注属灵的 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 你需要的绝不短缺 阿们 所以这个永远都是这样 你先求神的国 神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 神在旧约新约都是做这样的事情的 你们会了解 所以呢 我们教会现在开始聚会 传讲神的话 圣徒相聚带导的事情有多么重要 多么重要 然后呢 他就这样做了 对不对 然后呢真的 十六节我们看到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那个瓶里的油不短缺 那个坛内的面不减少 然后 第十七节有一个危机出现了 这事以后 做那家族母的妇人 她儿子病了 病得慎重 以至身无气息 死了 哎哟 又这样的事发生了 妇人对伊利亚说 神人啊 我与你何干 你进到我这里 使神想念我的罪 以至我的儿子死呢 各位会明白吗 那这时候呢 她儿子死了 那这个妇人怎么说 当然你是神的仆人 我们都有罪 对不对 我们都有罪 但是呢 现在这个罪的后果 发生在我的家 我的儿子身上了 所以当然人是会痛的 在那个时候 对不对 那神的仆人 这时候怎么做呢 神的仆人 她就 伊利亚说 十九节 把你的孩子交给我 伊利亚从妇人怀中 将儿子接过来 抱到她说 住的楼上 楼中 放在自己床上 求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我的神啊 我集聚在这寡妇的家里 你就降祸于她 使她的儿子死了吗 这是主的仆人的焦虑 伊利亚三次附在孩子身上 求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我的神啊 求你是这孩子的灵魂 人入他的身体 耶和华应孕伊利亚的话 孩子的灵魂 人入他的身体 他就活了 第二十四节 妇人对伊利亚说 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 耶和华借你一口所说的话 是真的 各位看得到吗 这个是结论的 有时候没有疫情的时候 我们读这种经文 好像神话 现在读的时候 真的很有感觉 对不对 就这样的情况 很多人都受亏损 很奇妙的 神没有离开以色列 所以他派他的先知 所以教会的讲台是多么重要 你们会知道 神的话释放的出口 所以现在没有先知了 现在只有牧师 教师也传福音的 都是按照神的先知使徒所预言的 就是这本圣经 那么我们所有圣徒 其实呢 都是其实我们是基督的大使 我们是要传扬主的福音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不但借着牧师讲 也借着你们做见证 Amen 所以呢 from out of nowhere 以色列人犯罪 宗教会软弱的时候 一定上帝有兴起他拣选的人 明白神的心意的人会出现 这是第一点 你们要知道 那这些人呢 他们只有要完成主的旨意 其实根本不用求上帝啊 我的工作怎样 我的生活费怎样 绝对够 因为连乌鸦都会拆来 给他吃喝 对不对 所以你们一定记得这个东西 乌鸦都拆来 所以上帝的供应 祂是神啊 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 只有被主呼召来的人 呼召的人 专注主要祂做得够 OK 但是那个情况越来越严重 比如说如果这个疫情 越来越严重 到一个地步 对不对 连水都干了 吸水都干了 所以这是相当严重的事情 那么主还有办法 但是主的办法不是再拆乌鸦来了 主的办法是什么 主把祂拆到寡妇的家 所以这个叫什么 各位这样读的时候 这个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肢体 教会 弟兄姐妹 所以以前耶路撒冷教会 他们软弱的时候 凡物功用嘛 它是都在一起 彼此祝福 彼此勉励 彼此给彼此力量 各方面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告诉我们什么 只要你跟肢体在一起 没有问题的 圣徒相聚 上帝各种的供应都会来的 帮助都会来的 阿们 这个是旧约 旧约讲的 我用旧约来讲新约的东西 你们会理解 所以圣徒相聚 圣徒相聚了 其实发现真的没有短缺 心灵需要的 肉身需要的都有 圣徒相聚的时候 又有挑战出现了 对不对 有圣徒 又有 又有因自己的软弱 因自己的罪 遇到的有一些的 情况 实况 或者后果出现了 所以 寡妇的儿子死了 但是原来 借着这个事情 上帝不是要刑罚 上帝是要开圣徒的眼睛 明白吗 因为圣徒相聚 有的吃 有的住 有的花 大家都很快 又会忘记了 对不对 忘记主的话了 所以有一个苦难来 他儿子死了 然后 主的先知 叫他再次复活的时候 就是 再次主的方法 还是一样 接着先知的祷告 先知的话 再次复活的时候 最后是怎样 现在我知道 你所说的话是真的 还是把主的话高举起来 因为有没有 其实短短的一个经文里面 你们会马上看到 上帝的强调 所以我从这个疫情一发生 我没有停止讲道 对不对 我一直讲 每天讲 讲到一个地步 真的如火纯青 只要放开圣经就可以讲 就是这样 但是后来我发现 道里面有灵 主耶稣说 我跟你们讲的话就是灵 所以当神的仆人一讲话的时候 这如果不是仆人自己意思讲的 按着神的意思讲的 圣灵会做工 圣灵会透过那个话 感动众人 有众人被感动 来顺服 祷告的时候 又看到成就 你们明白吗 所以圣灵是活的 一个活的位格 用祂的真道真理来带领我们 感动我们 指教我们 所以我绝对相信 我们教会 两百个人也好 借着各位的相聚祷告 主把祂的道赐下给祂的仆人 然后向这个世界 向这个国家 向这个众教会说话的事情 我们今天一位姐妹 对不对 就是 从这个Grace Assembly过来的 很感谢主 她就 也是这样 在我们网站这样听到 这个十天的疫情 昨天晚上 十一点的时候 在Facebook 有一个人加我 她是谁来的 我就加 她说 请问你是谁 我觉得你很面善 我就 我就是我了 我就是主持人 我是某某长老会的 我的妈妈叫我 一定要听你的信息 但是我觉得你很面善 后来我们一直在那边 揣摩 到底哪里见 我又看她Facebook的样子 原来是我的 ARMY BMP的时候 睡我对面的 因为阿民以前全部就是头发剪掉 我看他现在样子有头发到底是谁这个东西 因为他的名字 我以前是阿摩的 这个武装还是什么 所以我们说 我们是这个 company 这个 Platoon 这个东西 原来我们找到了 然后他就说 最近我妈妈叫我听你的信息很受益 他说真想不到你会走这条路 又来了 又说这句话 他说我一定要找一天来探望你 因为我现在也枯干我在找教会 就这样的光景 所以这样也遇到了 所以很多事情这样就遇到了 这个只是其中一个 很多很多就这样莫名其妙的 忽然间出现这个东西 所以我相信主在做伟大的事情 这个疫情发生一个礼拜之后 有一天 当然我很少讲这种东西 有一天早上 我一直挣扎睡觉的时候 一个小时 然后我就起来 我太太也起来 师母问 你做什么 好像看你很串 我一个小时里面 一直梦到家里很多蟑螂 一直打打打打 我其实最讨厌蟑螂 蟑螂肯定不放过人 所以我家里一出现蟑螂 我知道我这个黑暗吃力了 一般开玩笑的话 不能太神秘 但是我的意念里面最讨厌的昆虫 还是什么 这个不叫昆虫 这个真的就是蟑螂 所以整个小时一直打仗 为什么我家的蟑螂 我踩一个卡片 那卡片里面全部出来 打打打打 我开了门 门后面全部蟑螂打打打打 那个东西打了 疫情发生 一个礼拜之后 我就起来 哇 真的是黑暗的势力 全部给我打死了 我才醒过来 那就是 然后呢 这几个礼拜好像真的是在打蟑螂 我就感觉是这样 所以 所以我就感觉好像 哇这个完了之后呢 因为雨过天气了 后来这个礼拜又来一中 又来两中对不对 三中 哎呀又要解释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就一直预备我的心 我知道 每次有新的来 新的挑战 有个新的得胜 又会来嘛 所以 所以我跟今天这个前线追踪他们来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记者有些我们拒绝 有一些我们看 因为有时候我们也看他们报道的东西 我们的信仰也没有讲太多 但是这个是前线追踪一段 就是相当长的一段影片嘛 然后我就自己想 这个疫情是在我们教会第一个发生 第一个教会发生 关教会 然后跟着很多教会关 我想 今天给他们进来拍 然后 电视上很多人会看到 教会在这个时候又开始了 好像有这个感觉 我是觉得 他们有这个疫情还敢开始 就给大家一个胆量 我觉得接着媒体的一个帮助 然后 我们姐妹的一些见证 还有 肢体生活 姐妹彼此辅助 这样的见证 然后把主的恩带出来 这是相爱嘛 虽然世界不会了解很深奥的属灵的奥秘 但是相爱 帮补 不责怪 接纳 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带给这个社会的精神 然后大家被吸引了进到教会 听有关基督的救赎 就是我们的祷告 所以 上帝一直给我们这样的门路 然后我昨天也跟赵牧师 我们一起接触的时候 你们知道他今天早上 看了Straight's Time之后 他剪出一段话 这个Straight's Time这样讲 因为 因为 有关联系 有关联系 我们早上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 很紧张 然后他也寄过来 然后我们 他也那边笑 我也那边笑 然后我们 再次彼此确认 对 这个时候 是最重要的时候 我们真的让宗教会看 也世人会看 整个基督信仰的精神 哎呀 其实 我们讲的福音都在成就出来 在这个世界 黑暗的世界 不认识神的世界 我们怎么把福音带进去 就接着这样的苦难来来 所以 我跟你们讲 这是我们教会的历史里面 其中一个烙印 你们有在参与这次的历史的 弟兄姐妹 你们一辈子会刻在星板上 然后 记得这个事情过了之后 回到自己的生活 正常的生活 不要因自己生活的细节 小事或者家里的事 因这些东西来痛苦 因为 苦难越大 祝福是更大的 一样的原理 但是问题一发生 我们一时紧张 无助是会有的 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 那你们所听到的道 存在你们的心里 不离开 在危机的时候 圣灵借着你们所认识的道 再次会感动你们 阿们 愿主祝福大家 好 所以你们为牧师祷告 今天我们祷告会 因为我星期五就要去台湾了 台湾那边也很重要的 然后日本 然后爱尔兰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去的成 那去了是我回来还是应该要继续 我也不懂 那就随走随船好了 就是这样 主给我们的带领是这样 好 感谢主 今天我们到这边